2015年光電大未來系列研討會 廠四PV市場 我們今天很榮幸的請到英文達股份遊戲公司研發處 簡榮武簡處長 來我們講解有關PERK導入後時代 高效太陽能電池市場發展趨勢 那請簡處長跟我們講解一下 您今天主講題的一個大藥 謝謝 各位好 我是簡榮 我目前認知英文達科技股份遊戲公司的研發單位 我們公司是一個四年相對年輕的公司 不過主要的產品是在多晶系跟單晶系的太陽能電池 那雖然是成立大概四年左右的公司 不過在過去的2013跟2014年 也都講出這個賺錢的成績 那因此呢 在這裡把我們在這個產業技術上面看到的一些趨勢 做了一些心得的報告 那我今天主要報告的是關於這個 特殼這個技術在這個導入上面目前的現況 以及它目前碰到的挑戰 那特別是在這個2014年 預估這個特殼的技術 在整個太陽能產業的話 會達到2.5GW的這個預估值 那代表的這個技術本身 在未來的這個技術上面會有一定的定位 那最後的話呢 我會報告一下關於特殼之後 在太陽電池效率持續提升上面 可能會看到的一些技術上面的趣事 包含像是N型的雙面太陽能電池的這個眼鏡 那目前我們業界最主要有興趣可能採用的一些相關技術 以及比較高端的更高效的這個太陽電池目前發展的狀況 那這些內容再請各位產業的先進指教 謝謝